Facebook 在內地一度解封,交流網就無限期關閉。 由內地民間人士創辦的信息交流網《1984BBS》 因為受不住中共黑客長期攻擊,宣布無限期關閉,又說對中共的網絡攻擊感到憤慨。 《1984BBS》在08年8月創辦,聲稱幫中國公民提供網絡表達權和知情權。 由於有不少內地傳媒公稿,所以經常出現被中共視為敏感的信息和觀點, 亦令網站經常被黑客攻擊,就算視乎它在美國也走不掉。 事件竟然引起海外輿論關注。 另外,有內地網民透露一直被中共封殺的Youtube和Facebook昨天早上解封,但下午再次登入不到, 網民懷疑是當局一時疏發,才出現短暫登入成功。